它水火平衡积极了 所以像我们这种七四年的 就是什么八四年 九四年 零四年 一四年 你就是看你的状态和那个年份 如果碰到四的那年 你也不好过 就是两个太阴师土叠加了 我们说的 道家的或者中医说的这么多不一定 不是说我们就放弃了对他的探索 对 而是在一个高级的纬度 或者层面上去把握这个不一定 这是我们要研究的 所以我们分这五类人 大家记住 它不是一个多和少的问题 它有时空的问题 它有节奏的问题 它有方向的问题 对 所以太和哨 它其实是一个集合 略言耳 就是说这东西没法穿 但是你非让我穿 略言耳 大概是这样 所以前面叫盖有什么 大概 心能被之 凡五人者其太不同 其筋骨气血各不等 看到没有 这句话就引出后面了 这个太什么意思 两个意思 一个是形态 一个是心态 但是至少有一句话 这个太的意思是动的 高级 太的凡底子怎么行 上面是能 能 下面是心对吧 对 心之能是为太 对 游戏 游戏 游戏呀 索嘎 索嘎呀 そうですね 说的是呢 本当ですか 难道真的是这样吗 从医学到哲学 一样的黄帝内经 不一样的新鲜观点 梁东 许文斌 一起发现 中医太美 这个吴修老师 最近在自学 反无人者 其太不同 这个你关键 这个太这个字 我就讲的 还真是很高级的 心之能是为太 其筋骨气血各不等 首先我们讲形态 就是说 我们说这人胖 胖是他的形 但是我见过很多灵活的胖子 敏捷的胖子 也就是说 他一堆肉不见了 他的太就不对 是不是 对 我们要观察 他动起来的那个样子 而不是看他那个形 这就高级了 所以你看一个人 是一个有钱的穷人 还是一个没钱的穷人 对 对 看他花钱嘛 他有多少钱不重要 他为你 肯为你花多少钱很重要 很多人肯为自己花多少钱 他比较重要 没错 贱人嘛 他维修个车 维修个表 花几万几十几万没事 你让他做个体检 做个按摩 做个宝剑 他心疼死了 你搞的小宝剑不行 要搞大宝剑 怀揣一只大宝剑 无认者 其态不同 其筋骨气血各不等 我觉得这句话 他其实引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讨论 就是说因为时空 因为这个态状态不一样 形态不一样 心态不一样 所以他会对应在行和气这个层面上 分出很多的这种状态来 所以自有病的人比自有人的病 要来的更加大到自检一些 这里面的心态 我再强调一点 就是说 观察一个人的内心很难 但是呢 你记住自己骗不了自己 我们学这个课文 一个是想要了解别人 最关键是了解我们自己 这个心态啊 就是发心启愿 最能代表你真实的气血神 精气神的状态 发心启愿 你比如说我做事啊 能够帮助别人 然后有利于别人 是吧 比如说做医生 我们以前讲过树不可不慎 是吧 这做棺材的那个人 老盼着别人死 是吧 然后这我多卖点棺材 是吧 好像这个做这盾牌的人 老这个希望别人 自然做的盾牌特别好 能保护好人 这叫发心启愿 但是这是不一定的 你比如说医生这个职业 医生职业很神圣 是吧 治病救人 但是医生的发心启愿很重要 我给你治好病 让你活得更好 然后你给我报仇 这是一个正常心态 但是医生也可以变成一个 绝命毒师 什么意思 你得了一个病 我就不让他好 我让他慢慢就这么耗着 然后呢 你也不死 你死了 火在哪挣钱 我挣不着钱 然后呢 你不停的在买我的药 接受我的治疗 咱们就一直这么耗下去 你说这个发心启愿 是不是就恶毒了 所以你盼人好和盼人坏 取决于内心的那种 经其实的状态 内心阴寒的人 我们不从道德上 去评价这些人 我只从医生的角度 来分析这个人 内心阴寒的人 言辞恶毒 然后做事伤天害理 看到别人很痛苦 他自己很高兴 这是他的状态 当他这种负面阴寒能量 通过看别人的痛苦 然后不停的这种发泄以后 他会趋下一种平衡 所以呢 这种阴寒的东西逐渐释放 他终于放完的时候了 放完的时候 他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 看到这个东西 开始有了怜悯同情之气 他就变成了一个阴寒 变成了一个阳虚的人 然后他阳气再足一点 他会看到别人受苦的时候 他会伸手 想帮他一把 且不图回报 很多人帮别人目的是 你给我 所以他付出的目的是 往回索取 但是阳气特别足的人 是只付出 没有想到回报 不求任何回报 所以能量层次 格局不同的人 是互相不能理解的 我们这个瓶情限制 我们想象力 我们很难理解 比尔盖斯 巴菲特 把那个身家 多少亿捐出去的那种感觉 因为我们没有到那个程度 而且我们也没必要强迫自己 去到那个程度 所以我从中医的角度分析 我们不带任何道德评判的角度 因为我们每个人 都曾经阴寒过 都看见别人痛苦以后 我们觉得挺高兴 或者我们心里 盼着这个家伙赶紧倒霉 有过这种状态 但如果一辈子 都是这个状态的话 就是病态 其实你心怀恶毒 你伤别人是小概率事件 你伤自己是永远的 所以在经济不好的时候 大家都困苦的时候 为什么喜剧 它变得很流行 因为大部分的现代的 所谓的喜剧的电影 都是拿人悲惨的命运 来开玩笑 你看见那一些 跟自己差不多的人 受着苦 然后自己会心的一笑 其实呢 是啊 然后呢 然后关键还有一个 幸好不是我 你之所以能笑得出来 很重要的原因是 那可不是我嘛 其实那个命运都是我们的 我们之所以能笑 是因为我们有感同身受 但也不是我 所以喜剧的本质 其实来自于 看见了自己受苦 但自己又不必受苦的感觉 就是每个人心里 应该就是 慢慢的就 回观 或者反观 就是回想一下 自己曾经出现过的 那种心理状态 这种反观状态以后呢 就对自己有个 正确的认识评价 我个人认为就是不装 咱们连天讲 不扭曲 不变形嘛 对 我的基本观点 我们的节目受欢迎的原因 就是我们是真实自然的 没有那种 娇柔照做掩饰的东西 我刚才说这种心态 就是发心起愿的 那个状态 最能真实的反映 你的精气神的水平 最能反映出 你当下是个什么样的人 然后当你从一个 醒灾乐祸 盼着人倒霉 盼着人死 盼着人怎么怎么 不好的时候 变成了一个 有同情心 有怜悯心的人 然后变成了一个 愿意帮助别人 但是求回报的人 然后又变成了一个 帮助别人 不求回报的人 你就会欣喜地发现 你的能量格局在提升 对我这辈子 影响最大一个电影 我以前跟你说过 就是那个肖申克的旧书 95年 对 95年 美国出现两个伟大的电影 一个叫阿甘正传 一个叫肖申克旧书 我个人认为肖申克旧书 应该是超越阿甘正传 但是因为他那个 名字起得太烂 你要起成个越狱 多高级 你看他那个 安迪在被关照监狱的过程中 他开始的状态是什么状态 他完全有理由去仇恨 仇视他的那个妻子 跟别人通奸 然后他又想拿枪杀他 到最后他变成什么 宽恕 这种宽恕还不是道德庄 是完全发自内心地认为 是我有问题 导致了我妻子是那样 冷落落的妻子 然后怎么怎么着 所以他的能量格局是在 兼兵在融化 阴寒在消失 然后太阳在回归 可以说他是从一个太阴之人 变成了一个阴阳和平之人 所以你讲的这个事情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第一 不同型的人 太阴太阳 他是可以调整的 第二 他的调整方向 最终的目的是回到阴阳平衡 这本书最牛的地方 就是告诉你 什么叫正常人 也就是我们做不了真治圣贤 这上面是说了 真人治人咱不考虑了 咱往圣人贤人上说 然后阴阳和平之人 是我们追求的最好的状态 我们中医治病 也是把这种太阴太阳 上阴上阳的人 调成阴阳和平之人 这是我们的目的 如果学这篇课文 大家有了这种自觉自省的话 也有助于你避免走极端 现在的这种化学药 把人治是什么样的 就是把造狂制成抑郁 它叫量级bipolar 治疗之前 它是个抑郁状态 让我一直制成造狂 这叫什么 这就说你调的那个 精细程度太糙了 是吧 喷一下就过去了 中医不是 中医没有bipolar 学老师你这十年来 对自己的调整 主要做了哪些事情 我自己调整 就让我那个悲观 负面的想法少一点 然后乐观积极的 方面多一点 然后我不担心 我会造狂 因为我内心 我内心永远有一个父母 早期教育留下来的那道线 我就别人没怎么着 我自个儿都过不去 所以我这十年一直在假装低调 确实是很低调的在生活 是吧 所以这也是调整自己 你想咱们的节目当年夺火 夸一下停了 停了就停了 换了别人 怎么也得狗烟残喘 再得不两句吧 我们就停了 踏踏实实的就培养学生 教书看病 不走极端 主要是当年 这个中央人们广播电台 给的稿费太低了 对啊 当年要是有喜马拉雅 你会停吗 也不一定 你这话问对了 还会停的 就是你慢慢去凭 我的能量格局和层次 就是说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被钱收买 就是钱大小的问题 对 这翻脸 翻脸都是有成本的 有人会为50块 有人是50万 你慢慢品一下我的这个 多少钱能砸动 砸不动 或者多少钱砸不动 我觉得今天我跟徐老师聊天 最大的收获就是知道 徐老师也是可以收买的 但是不是可以低价收买 也不是一定用钱就可以收买 也可能有别的东西可以收买 但是不要去挑战 而且徐老师也在 都是人都有弱点 也是不断的进步的 今天最大的收获 还有就是心能备而行之户 对 其他也不同 然后叫比太低级的叫 筋骨气血各不等 也就是说不同能量格局的人 你装什么样发动机 他有什么样的轮胎 什么支 什么什么悬挂系统 跟他匹配 中医最反对的是什么 就是给一个下力 装一个法拉利的反动机 是不是 最反对的就是 你的心愿 你的心火 跟你的能量格局不匹配 所以很多人是被自己的 浴火给燃烧死的 所以叫 其他也不同 背后是筋骨气血各不等 所以我们就要知天达命 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我们有一种算命方法 是称人的骨重 是吧 你几两 你几两 这是 这其实背后的逻辑就是说 你有不能违背天赋的这种局限 你非要抄出来 那个东西要做事 最后你就要把自己干掉 所以看他的筋骨气血 看看他的面相 看看他的骨骼架构 看他长没长壁骨 壁骨我以前讲过 就胸骨前那个剑突 然后观察他能干多大的事情 或者观察自己 这都是我们根据形 根据状 根据态 根据无形的心 去调解一个人 所以今天呢 我们大概就把这一段先讲完 很多人都说 是听着黄天天已经睡着的 然后就问新的黄天天 是不是能够继续把我们听睡着呢 那太好了 讲完之后呢 我确信是可以的 能让人睡觉 我不怕人老睡觉 我怕人睡不着 睡不着那状态 就是一个神被扰动 然后虚心亢奋的一个状态 这其实一个很重的病 所以需要去调整 非常感谢薛老师 然后希望呢 以后继续呢 下一期我们继续 跟大家一起呢 把这个灵书通天好好学习啊 感谢薛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 再见 动见意识底层 全是上古时期的生命哲学 这里是最新鲜的中国文化节目 国学堂 梁东和你一起 重新发现中医太尾 根徐梁 学齐皇 大家好 我是梁东 对面的是大家很熟悉的 后普中英学堂堂主 徐文斌老师 徐老师你好 梁东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上次呢 我们讲这个灵书通天啊 讲到了其筋骨气血 各不等 今天呢 继续往下 和大家分享 皇帝约 其不等者 可得文乎 这个我们上次 接上次的话茬啊 就是首先 他问的是少师 少师呢 是教太子的 也就是说 这篇话的基本前提是 一个懵懂无知的一个少年 想了解人 想洞察人性 想对人有一个基本判断 所以请教了一些这些基本的问题 他问了就是阴人洋人 而他的老师说 我要比你分的更细一点 我分成了五种人 我们回忆一下叫太阳之人 少阳之人 太阴之人 少阴之人 中间最好一个叫阴阳和平之人 然后呢 他说 我是怎么判断这些人的呢 我不是根据他的胖瘦高矮大小 就是说那个通过他的形状来判断人 我是根据他的态 叫其态各不同 这个态呢 繁体字写的是 上面是一个能 底下是个心 上才感慨过 就是 心能 他是看到了背后的更高级的东西 我们现在都说 很多人信中医比较土 说我们上火了 着凉了 说你这很土 其实很高级 上火是一种能量的表现 是吧 着凉也是个能量 它已经脱离了有形有之的物质 所以今天呢 我们接着讲下一段 就是皇帝接着问了 他说 那你既然 根据人的态 把人分成了五种 那这五种 他肯定有一个次第 有一个阶层 那你能不能给我讲 其不等着 可得文乎 你能讲吗 邵师约 是吧 然后呢 他既然问了 那邵师就会说 那如果皇帝再转述他的话 给别人的话 那就叫 如事我闻 对吧 这不是 不是外来宗教的话 其实是我们汉族的话 如事我闻 就是我前两天看了一个 说分析这个是 纠摩罗斯还是 玄奘翻译 你看有个很重要标准 纠摩罗斯翻译的 都是如事我闻 对 玄奘的就是文如事 文如事 就是转述了 转述的转述 然后他说 邵师曰 太阴之人 贪而不仁 下棋战战吧 战战 没错 战江的战 对不对 对 看到战子就会想起江子 看见江子就会想起 战江鸡 好奇怪的脸 真的好奇怪 就是我常常会有 升起一种 自觉的心态 就是你看见什么 想到什么 你要觉察到 对 什么叫做贪而不仁 下棋战战 对 分的第一个人 就是太阴之人 说一句 我们经常说阴阳 而不说阳阴 对吧 他先说的是阴 人类社会 先是母系社会 后来才复习 也是先阴 后阳 所以先讲是太阴之人 太阴之人 简单分析一下 就是内心或者身体里面 阴暗的东西过于多的人 他表现出来的思想念头 行为举止是个什么样子呢 第一个表现叫贪 贪就是 有一个成语叫贪得无厌 就是不停的从外面 吸取各种能量也好 物质也好 他总是在往回搂东西 这是叫贪 跟贪的反义词叫 我们现在叫连 对吧 大家一说叫连结 连结是连结 连是连 连的本意是有边界 对吧 我们经常中医定位穴位 叫聚须上下连 是吧 这个连就是上边下边 所以贪是没有底线的索取 就是张会没有首歌嘛 不停的摇 摇到你一想逃 对啊 你碰这种人跟碰到吸血鬼一样 你的能量或者你的物质储存 特别大 你可以供养这么几个吸血鬼 但是大家都是普通人 一旦碰上这样的人 你最后就被掏空 所以他第一个是贪 贪是什么呢 就是不停的索取 下面一个叫不忍 不忍 忍者爱忍 这种人在贪的基础上 从来不会付出自己的任何物质 或者是能量给别人 叫贪而不忍 还有一句呢 我们现在有成语叫麻木不忍 这两个人有不同吗 有 我们说一个健康的人叫热心肠 心肠要热 心肠要软 两个字叫温柔 我这次去台湾讲课 然后我就要求他们 成品书店安排一个日程 我去那个东吴大学参观 那个钱穆先生的故居 我记得好像你有一套 钱宾寺先生 宾寺先生的全集 钱穆先生呢 是我非常尊敬一个国学的大将 就是在所有的人留学回来 开始反传统的时候 要取消汉字 取消中医的时候 这个人在坚守 首先他在去那些 对传统文化的污名 他们就说传统文化的各种不好 第二呢他提出一个观点 他写国史大纲的时候说 我们能不能有一种温情和敬意 去研究我们的历史 你看第一是温 第二是敬 所以你指望一个贪而不仁的人 怀着什么温情和敬意 对待祖宗 对待同事 对待领导 对待下属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说 判断一个人 一看他不停的锁起 而且对别人没有任何付出 那这个人 我们基本上就判定了 这个人叫太阴之人 我们一起讲完之后 我会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说 就像很多人在学星座一样 每一个星座 真正自己看了 发现也是 就很多人看完太阴 一直到太阳吧 都觉得好像 每个都沾点 都沾点 回头我们在学完之后 您可以详细给我们总结 就是我们分析的时候 会拿出一些极端的例子 来说这个事 对 但是到具体生活运用的时候 我们发现它不是那么简单 就像我上期节目我说了 小孩子老问 这是好人还是坏人 对 对吧 后来长大了 发现好人也做坏事 是吧 坏人有时候也会 做更坏的事 所以这个毛主席说 这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 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 不做坏事 但翻过来说 人做一件坏事也不难 难的是一辈子 一辈子做坏事 不做好事 所以我们这讲的是极端的例子 太难了 但是大家知道极端的例子以后 就能大概有个标尺和标杆 然后以此来判定你周围的人 大部分情况下是个什么样 对 你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首先建立坐标之后 它是一个范围层面上的一个锚定 你有了大范围 再精准定位 再精准 而且你要因时因地因人 在那个当下判断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可能你盖棺定论的时候 说这个人是个坏蛋 是吧 三七开 三七开说这个 王莽千功未篡实 是吧 所以在当下判断 是我们 你这叫自在习舍 是吧 自在就是就在自己存在这个当下 我们判断 再回来说这句话 多加一句 有没有贪而人的人 有可能有 当然有 这古人说话 他要刻在竹简上 对吧 他很没劲 所以他说这个话 既然叫贪而不人 那有贪而人的人 这种人是什么 古今之外这种人很多 就是有各种方法去攫取财富 或者物质或者土地或者权利 但是他同样也舍得付出 这为负人 这叫为负而人 对吧 那还有一句话叫 不贪而人的人 有没有 太多了 太多了 我可能就这种 我经常看到有报道 本身就是捡破烂的 但攒了一笔钱 就捐助给学生 发现没有 是有这样的人 那我们这举了个极端的例子 就是这种人是贪 而且不人 这个人得多苦啊 你想想看 但是他这个不叫多苦 他在贪的过程中很嗨的 你让他付出 他会很痛苦的 所以我们不从道德上评价这种人 我们只从能量结构级别上 判断这种人 这种人 大家就觉得 哇 你怎么这样 我也见过收破烂了 太太整个楼到家里 堆的全是破烂 但是他乐此不疲 周围邻居都受不了那种味道 但是他就是这样 我们也看到我们的父母 很多老东西 老物件都不舍得丢 全那堆着 没有任何用 然后超市一说 有免费鸡蛋 降价的油 大家都扑过去去抢 你就发现他们缺爱 他们在弥补 还有一种 百万富翁 亿万富翁的女儿 或者儿子 到超市里面偷几块钱的东西 要他是那种快感 他要的是一种心理的满足 他只有这样做 只要是免费的 或者是无条件的 然后你给我 我才能达到一种快感 你让我去付出 或者是你让我去通过工作努力换 去交换 我就不快 我有段时间还看一个访谈 是一个 就咱们那个电影明星女的叫马依丽 上海人 他就在对谈的时候 他说他小时候就这样 他看上一双高跟鞋 他就不说 然后整个一路上 他爹妈带他买各种东西 他就不买 然后他也不说 最后他回去发脾气 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说你为什么这样 他需要的是什么 他需要 你懂我 你给我买了 你宁宁的塞到我手里 我就说不要 然后你非要给我 最后我很不情愿的要 什么心理 重度缺 这其实是一个内在剧本 就是一个剧本 就每个人都有一个内在剧本 所谓的抉择 我采访了很多人 他们都有一个观点 就是说 所谓的抉择 就是看见自己的内在剧本 是什么 然后你决定 我是接受 还是改变 如果你改变 你有没有方法改变 这是以后我们可以 跟那些讨论的话 所以很多男人的痛苦 在于猜女人的心思 就是你为什么不直说 直说就没意思了 直说没意思 对女人没有快感了 我不说 你知道了 而且你宁给我 不是我要 是你宁给我的 这是人的心 我就说这种人也是一种贪 很难配合 对 需要咱们去体会人的这种能量结构 而且很多人 大家记住 我们说的这种都是真实状态 大家其实出来混 都在用意识掩盖 他会装 他本来是个贪的人 他会假装不贪 本来他是不爱别人 他会假装爱别人 所以我们观察人 一定要透过这种现象 挖掘到他的本质 我不知道是不是最近 我看见这种人 真的很同情他 就是你可以隐隐地感受到 他的那种痛苦 因为他大部分时间 其实处在一种 极度的缺乏当中 对 他焦虑 太阴之人 贪而不仁 下棋战战 好内而勿处 第一句话不好理解 说一下下棋 下棋是古代 在你是专业 不敢 古代通货膨胀 一个方式是什么 就是往铜钱里面掺锡 对 是吧 因为我铜 铜贵了 铜不够了 然后就往里面掺锡 锡呢 也是一种金属 但它相对便宜 古人专门定义 把这个铜 就是一个铜钱 里面的铜锡比例 锡如果超过三分之一 那就要下棋 就超了 你本来不应该超过这个界限的 我原来的这个 住这个铜钱 然后同样的这个规格的铜钱 最后你锡多了 我这个铜钱就不值钱了 我前两天看了一个分析 说当年呢 在清朝末年的时候 普遍的 大家都往银里面掺这种锡啊 锡啊 什么的 以至于在清朝末年的时候 广东流行的是 来自于墨西哥的银员 叫阴阳 阴阳 对 老阴的阴 老阴的阴 那个时候呢 大家已经普遍不相信 你我手上拿到的传统的这个银员 不行了 所以这 刚才说一下下棋战战 他这个牛的地方在哪 就是说 他公开的往铜钱里面 掺西 且超过比例 他不是偷偷摸摸 沾沾是什么 明亮 明亮 所以这种人玩坏 或者是坑你 蒙你 他是光明正大的 他不玩阴谋 他玩阳谋 公开掠斗 公开掺水 公开印钱 我说的是金元卷 金元卷 金元卷抗战 刚胜利的时候 金元卷是一个金元卷能对一个因缘的 后来就开始掺水 掺到最后大家都拿一捆东西去买东西 然后上午发钱 下午就贬值 最后崩溃 我知道你说的是委内瑞拉和金巴布韦 我说的是金元卷 所以这些人会公开的向别人掃取 掠夺 而且毫不知羞耻 好内而勿出 这句话最好理解 对 你给我 我要 那没问题 你让我戳 那比我拉我心头肉都难受 明显就是这种人 人和而不发 不悟于是 动而后之 只太阴之人也 而且这种人 不是那种嚣张的人 而且是表面上就是 跟大家处的都非常好的人 就是你看不出他的阴毒 你看不出他的那种 对你的这种伤害 就是你跟他相处的时候 你还觉得这人好像还挺好 这种人的情绪欲值 非常高 对 所以平常大部分的时候 反而是好像性情很稳定 叫人和 对 不发作 越是这样的人越可怕 就是拿破仑还说一句话 他说以前 我用发脾气来试图想控制人 现在我发 不是拿破仑 好像是希特勒 现在我不发脾气 他们都怕我 就达到这个境界了 所以你要珍惜 边上那些情绪波动的人 他们还比较可爱 当你说到这句话的时候 各位听众朋友 已经各自脑补了身边的各位朋友 瞬间闪过 是吧 人和而不发 什么叫不悟于时 不悟于时也就是说 不管外面 这个时事有什么变化 他这种贪的本性 他这种不爱人的本性 他不会改变 动而后之 先说这个 不悟于时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 就说大洪水来了 大家都逃难 你像这个太阴之人 就带几块金子 逃难 他这长工 就带几块馒头逃难 最后困到一棵树上了 最后就说 那长工拿馒头就吃 如果你是个实食物的人 你应该说 我给你金子 我换一块馒头 这叫现实 就地起价 实在不一样了 但是这个人 我告诉你 你可饿死 也不拿金子换馒头 他不会随着时局的变化 改变他的本性 不扭曲 不变形 知道自己是谁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上古时期的生命智慧 皇帝内经 帮您轻轻松松活到 一百二十岁 我前两天 听了一个故事 不一定是真的 可能是传说 说有一个人 经常去一个房间里面去 后来就被关注了 以为他包二奶 结果发现不是 是里面放了很多箱钱 那肯定一个 作为一个干部 那肯定是不对的 于是就被逮起来了 逮起来之后 说你总共有24箱钱 他跟人家狡辩 或者是抗争 说明明是25箱 人家说24箱最少一点 他说不 我们每天数 就是25箱 那箱哪去了 不知道 可能数错了吧 对 他那种快感 我记得还有人 是把贪污得来钱 铺床底下 但是我觉得 要是新票的还行 那要是老票的 太臭了 以前叫铜臭 而且很脏 现在纸币的话 太脏又脏又臭 所以他就叫不武于时 再举一个例子 你比如说天下饥荒 然后鸡民遍地 然后哀鸿遍野 就你们家有粮有钱 这时候你干嘛 但凡一个实食物的人 拿出点来 振栽一下 让大家有个活路 有口饭吃 就行了 这种人绝对不会 这种人等待结果 就是鸡民把他们家打开 然后把他们家烧了 把他们家抢了 所以中国这几千年 这个变动这种社会 都是开始好 然后土地兼并 这些贪而不仁人 越来越多 最后呢 养出一批贵族 吃喝无用 但底下的老百姓呢 一不必提 最后到一周期以后 就来一次大的起义 或者是暴乱 然后又均分一下 如果有这种 实食物的人 有这种 或者社会形成这种机制 军贫 也别说军贫富 就别让别人死 对吧 猪门九肉臭 路有冻死骨 这是不对的 这种极端的 这种贫富的不均 肯定这个社会是不稳定的 所以贪而不仁的人 在历史上太多太多 他们不会因为 出现了任何 实际上出现问题去改变 所以这种分法 包括后面几种 少阴太阴的 它很显然和我们很多朋友 学的这种五行分法 不太一样 以前说的金人方 对 那是那是阴二十五人的分法 这是一个能量级别的分法 那于是就有个问题了 我什么时候用这种分法 来分这个人是属于太阴的 或用那个方法来分这个人 是少阳的呢 这个问题这么讲 就是我个人认为 作为一个人 活在这世上 肯定要跟人打交道 但是没必要跟那么多人打交道 是吧 真正你就说刷朋友圈 看你这个微信的 这个通讯录 电话手机里面 你想 真正你遇到困难 或者需要帮助的时候 能有几个人借给你钱 你算一下 所以我说尽量朋友 或者这种至交 可以严者人不过二三 一定要限制 不要泛泛去交 再一个 跟别人打交道 一定停留在意识层面上 啥意思呢 意识层面上的交往 有一种防范 有一个保障的安全距离 而我们中国人特别有个特点 就是突破意识层面 就开始论感情 咱俩是老虾 老乡怎么了 出门在外 背后捅刀的都是老乡 然后咱们是同学 咱们是校友 就扯这种 情感层面上是 一旦涉及到情感层面上是 再把握不好的话 然后所欲又非人 特别容易受到伤害 徐老师 我刚才问的问题是 就是我们看到不同的分法 讲太阴太阳之人 或者是金木水火土的 这种五行的人 什么时候我们用这种 方法来分 什么时候用另一种方法分 就是说会不会出现 这个人在这个算法里面 这个分法里面 他属于太阴的 到那个算法里面 他就属于哨音的了 不会 不会 基本的风法 就是我们既然 黄帝内经的学派 他的这种传承是一致的 没有矛盾的 是可以自洽的 就可以自圆其说的 我们现在讲的这种 通天的分法 是个初分法 你想 阴阳25文是细分法 所以在这种分子 这种类型上来看 一个是偏重于天道 我们叫通天 我们讲的是无形的能量 对 而阴阳25人 结合到了地理 就是有了木形人 火形人 土形人 他有了什么 方位 也就是说 在古代那种人员流动 不是很发达的情况下 确实生活在 以中原为中心的 东南西北各方的人 由于水土对他们影响 加上天道 通天对他的影响 造成了一种又特殊的人 所以呢 这么分来讲 通天完全讲是天道 就是老天赋予他的能量 造成他太阴太阳 因25人是结合到了地理 所以这是一个具体的细化 好 动而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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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他比别人反应 要慢半排 古人真是有意思 你要想想 这么多年前 怎么就有人把人 琢磨得那么细 而且 而且还那么合理 那么合理 你想一个太阳人 他肯定是动而先之 就别人没起跑的时候 他已经抢跑了 是吧 那是太阳之人 太阳之人就是 你们先跑 让炼金同志先走 是吧 你们先吃转机 我看看你们的反应 所以各有利弊 此太阴之人也 这就通过这一段话 把太阴之人给概括了 是吧 一言以蔽之 这种人呢 是习取型人格 是极度习取型人格 习取 对 他像黑洞 是 那这种人通常都会有 淤塞的问题 淤塞的问题是这样 就是说如果他的天命 赋予他的能量 就是天命里面能平衡 他汲取的这些东西 他不预算 他没钱反而会难受 就是他瘫的不够 的时候他会痛苦 他瘫的东西 跟他的能量场是平的 所以在他的那个状态下 我们就他论他 他活得很幸福 而且您看 他这个描述里面呢 对情绪和性格的描述很多 对于有形的形状啊 有关的病 那描述很少 一二十五人里面有 对 方脸啊 圆脸啊 尖脸啊 锐面 就是鼻子嘴往前凸的 那个描述的比较多 所以他通天 那个通地 好 高级 然后呢 下面讲哨音之人 小贪而贼心 贱人有亡 常若有德 少阴之人啊 我们也可以念成少阴之人 对吧 这种人的定性 还是负面阴暗的 对吧 这是定性 但是他比太阴之人的区别在哪呢 第一 他的能量场不如那个大 那个人可以光明正大的贪 少阴之人不是这样 他也贪 第一 他贪的不多 而且他占点小便宜 就挺高兴 挺满足 不像那个啊 那是真金白银 你得给我弄过来 这个呢 是以占小便宜而建成 占小便宜 这是第一个特点 占小便宜 我们经常说这么说 你比如说 孔子说过一句话 叫 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 对吧 尽之则不逊 远之则怨 你这个分寸不好把握 这孔子肯定是受了某个女人伤害以后 发出了这个这个话 而且不代表天底下所有的女人啊 但是我们发现 有些女人或者有些有类似性格的男人 他是喜欢占小便宜 你给他大东西 他不敢动 你给他点小的 小恩小惠 他就觉得挺高兴 就是正常理智分析 都觉得不大可理解 但是这些人就是存在 我好像以前跟你讲过 就是我一同学感慨 说他给老婆买了房子 买了车 都过户到老婆名下 然后家里按了空调 老婆没啥反应 然后有一天停电了 家里热 他拿扇子给老婆扇了 然后我老婆感动的不行 说明 说明什么 说明我以前浅薄的认为 要给老婆扇扇子就能好 其实不是 要在买了房子买了车 过户到名下 前提下 还要给他扇扇子 这算是太阴还是少阴 少阴呢 这就是刚才那个深度撒娇 还有就是家里 比如说丢了大牲口 大罗大马 这家里 这个女主人 没反应 自个儿那下蛋 老母鸡丢了 啊 苦天抢地 你说哪个值钱 哪个值钱是男人思维 哪个让他动心 女人思维 所以我们说 很多地方一定要什么 满足人家那个 小的那个需要 这就是新闻庆总结 那个叫潘虑邓小鲜 小 潘虑邓小鲜的小事是哪个小来着 就是在小事上要让女人高兴 你坐下来的时候给人挪个椅子 起来的时候给人披个衣服 这些事男人都不屑于做的 小白脸都会做 所以最后英雄好汉都没好媳妇 小白脸 你听说过有一种动物吗 叫小狼狗的 小狼狗怎么了 就是指这种 小狼狗 所以他这个少英之人呢 叫小瘫 就满足了 他不像那个是大瘫 贼心是什么 永远对这个社会有仇视感 永远对别人有一种 莫名的怨恨 永远想 就是那句话 就是眼见他起高楼 眼见他宴敬客 落实到最后一集 眼见他楼塌了 这些人看任何人发达了 他都等着下一句 就是判他倒霉 就是这种人叫 见不得别人好 所谓的幸福 就是看见别人不幸福的样子 就是啊 你有什么不开心事 说出来让我开心一下 开心一下 好像是沈侯非沈爷的 从医学到哲学 一样的皇帝内经 不一样的新鲜观点 梁东徐文斌 一起发现中医太美 见人有王 常若有德 好伤好害 见人有荣 乃反韵怒 没错 见人有王 看别人丢东西 这个王 有王师的意思 或者看人家死人了 是吧 人家丢东西 你又没捡着 他就跟他捡着一样高兴 你说莫名吗 咱们这政察人理解不了 但是人就 就是整天我知道 有些人就爱订这个报纸 然后就翻到那个复告 嗯 复告那篮 就看谁死了 要是有个手人死了 就看着 高兴半天 哎呦 真的 这个世界上 我们作为医生来讲 什么人都见 哎呀 三九九六 然后呢 看你倒霉 盼着你倒霉 见你倒霉 上去再踩一脚 基本上都是 而且是悄悄的 踩一小脚 踩一小脚 挺高兴 还不能拿板砖拍死 对 就是踩一小脚 然后呢 见人有王 就跟他捡了钱一样 是吧 这个郭勒刚说一下 什么 这每天上街 得捡钱 没捡钱 就跟丢钱一样 是吧 就判捡钱包 嗯 好伤好害是什么呀 就是这些人 表现出来的行为 举止是什么 你看 我们很多时间 看到街心公园那些灯 莫名其妙的就碎了 嗯 前段时间搞了一个自行车 就那种各种黄车 绿车 嗯 蓝车 是吧 就共享单车 共享单车 莫名其妙的 座儿给划了的 霸子给扭了的 然后扔到河里的 你说你做这个事 你这么做 你挣钱也行 不是 他高兴 然后你这个小区里面停车 要说那个人没没停入车位 挡了消防通道了 是吧 你垂他 滑他 可以理解 人好面在那停着 你上一个人滑一打 你挣钱了吗 没挣钱 但是啊 你问 我高兴 我乐意 嗯 所以呢 害别人 伤别人 以后 这种人看到是高兴 而且他不见亲自做 这些人喜欢看 你看谁出个车祸 倒地下了 哇一大去 围观人 你说你上去 伸把手救人家了 还是你打个120了 没有就看着别人受罪的样子 他高兴 前段时间有那种虐猫啊虐狗的一些视频传到网上 其实你不知道 在网上有一大批人订购这些视频 看完了以后开心 从道德上讲 这都是病态 但是从医生的这种慈悲心角度来讲 我们不从道德上谴责他 我们只知道他出偏了 阴暗东西太多 而且偏了 哎呀 真是太不容易了 嗯 还有一个举个例子啊 嗯 很多东西咱不是教育的 嗯 有很多小孩子 你说他三岁四岁 你说他有什么 道德上的问题 没有 把鱼缸里的金鱼 抓出来 捏死 拿开水去浇蚂蚁窝 把那个什么树啊 什么的划的一道一道 你说为什么 我想问一下 这个是先天禀赋里面的东西呢 还是说 所有人都有 只不过后天有些人呢 就慢慢修正了呢 不是 先天禀赋这种人就是烧银之人 嗯 太理蛋 太理蛋 那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来了 就是人可能透过 比如说 抚养啊 调节脾胃啊 调节整个身体的气机啊 改变吗 完全 完全 要不我们说 如果他不能改变的话 我们讲了干嘛 对吧 嗯 之所以讲到那片 目的就是要 通过中医的条理 让他达到 最后叫阴阳和平之人 我们都知道这个 太阴有太阴经嘛 对 是毒太阴啊 邵阴有邵阴经 对 请问那个太阴 邵阴和这个太阴 邵阴 两码事 没关系 两个概念 这就是我们有些时候 学中医的时候的一个困扰 他同名吧 意志 对对 同分欲构 同名意志 最后你把它搅和在一块 就觉得莫名其妙 对 这是完全两套系统 你们说那个太阴少阴 那是三阴三阳系统 对啊 三寒嘛 那是对日月变化的一个解释系统 这个就是说阴多阴少 阴的方向和阴的偏 所以的确他不应该叫少阴 应该叫少阴 少阴 更好一点 我觉得这样的话 会有点区分 对对对 对 好 非常好 常若有德 好伤好害 见人有容 乃反运怒 心急而无闻 此少阴之人也 对吧 看别人发达了 别人好了 然后呢 他气得不行 对吧 气得要死 孔子说嘛 人不知而不运 不依君子乎 对吧 这个运呢 就是心里面的一种不高兴 怒是憋了一口气 是吧 两个概念 除了成绩上不一种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不同 冻的脏不一样 嗯 蕴是心 怒是肝 嗯 就是说影响的这个脏气不一样 表现出来不一样在哪 就是 那个是不高兴 这个是除了不高兴以外 还想憋着坏 要做点什么 他憋了口气 你比如说高考下来了 嗯 人家家录取通知书来了 嗯 你们家还没来 嗯 你什么反应 能量结构不一样的人 反应完全不一样 正常的阴阳和平之人 我们叫慈心 大家现在都讲慈悲啊 嗯 悲是为了别人的痛苦而感到伤心 嗯 慈是为了你有好事 我高兴 对 能做到这一点 大家觉得好像很正常 我告诉你不是 很多人是装出来的 是 你能做到吗 徐老师 哎 我现在正在往这个阴阳和平的这个路上走 所以我现在是越来越分享别人 就是看别人好 看两眼讲双子好 我高兴 嗯 看见这个这个同行 医馆建立起来一个个的 哎 高兴 为什么呢 高兴前提是你的实力 他对你不构成伤害嘛 咱们别装嘛 嗯 是吧 如果 梁爷一讲 庄子就不跟我讲黄泉队经了 我就生气了 黄泉队把时间都占了 是吧 哈哈哈哈 对吧 正安一开那么多店 然后当归一开那么多店 哇 我后谱没病人了 不称载 不护轮 哎 实力在 嗯 所谓实力背后是能量 嗯 所以你想做到道德上的那么慈爱啊 慈悲啊 老家背后有能量支撑你 做不到别人有好事 你除了不高兴还生气 然后想憋着还把这人弄坏了 弄伤了弄害了 尊严来自于实力 实力 我说了 有实力才说实话 所以性格这个词啊 都有些时候是有好坏之分 其实呢 还有能量高下之分 对 好坏是加了人为的道德的评判 嗯 你比如说对曹操这个人 嗯 能力极强 但在中国人的评价系统 就说他这个奸臣 嗯 是吧 大白脸 这个出国量能力也不行 是吧 六出其三 没有一次打胜仗 大家对他评价特别高 这可能跟写三国演义的人有关 有啊 他代表一种价值判断取向 我看过一个一个文章讲这个罗冠中以前呢 就是一个战防师 也就是军队的随军的这个师 也啊 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呢 他用诸葛亮来寄托了他心目当中的这一类角色的完美形 对对对 是 他是个投影 对 这个 所以我从小 我们小的时候也听三国啊 听着听着 听着发现 好像被带骗了 你说刘备那么厉害 关羽那么一波云天 张飞那么勇猛 那个诸葛亮那么智慧 结果他为什么宣导了呢 对 而且他们塑造的这个道德形象是装出来的 那四川不是你的 是你亲戚的 你进去以后把人就灭了 对啊 所以刘备到四川收买人心用了很长时间 因为当地那些刘章的那些属下是不服他的 嗯 所以你说你竖这么个道德标杆 然后再竖一个咱不好说了 那个某某这个一波云天 第一你投降了 对吧 对 尽管你说了句话叫强汉不强曹 什么叫强汉不强曹 你是汉家对了面吗 嗯 你明明就是投降给曹操了呀 嗯 所以中国人的这种春秋笔法 活活能把白的说成黑的 所以我们是大了以后 琢磨过来 琢磨过来 好像被带骗了 所以仔细想一下 不对 真是 所以我到现在反而就欣赏曹操 而且曹操也不容易 其实曹操没有称帝的 没有啊 对啊 他一直还 对啊 一直是汉相 对吧 就是人家起码还保持着最后的底线 最后一个面 对 对吧 对 嗯 见着有没有反而运怒心急而无恩 这个急是通假字啊 加个女子边大家就知道了 哦 记住的记 见不得别人好 哎呀 当讲到哨音之人的时候啊 我脑子里面浮现出很多人的形象 就是很多人呢 就浮现出了自己的形象 就是说呢 太阴之人呢 大部分的人都是别人 做不到 做不到 所以一般不觉得自己 你能贪那么多 你不容易了 那是 所以呢就是哨音之人 太阴之人都是朋友的形象 哨音之人呢 就慢慢的浮出了自己的样子 或者自己过去的某个阶段的样子 嗯 是吧 敢于承认 那必须的 就是谈开心扉的基础 是吧 必须的 此哨音之人也 好了 这是两种阴人 嗯 还有一句话 无恩 对 就是别人对他有恩 他不觉得 是这个意思吗 几个方面啊 第一别人对他好 他觉得应该的 对 对吧 第二呢 永远不会知道报恩 也不会感恩 报恩的前提是感恩吧 对 而且我们现在 我最烦的就是老 不改变人的能量层次 老从意识上 教育人们去 你要学会感恩哦 你要去报恩啊 别扯 我还觉得我没索取够呢 我觉得他给的我还不够呢 我赶什么呢 或者说他给我应该的 他们家那么有钱 对吧 他肚豪嘛 天地嘛 我想起小的时候 我给你讲过这个故事嘛 小的时候我们三年级啊 那时候学员抽烟 想想其实三级挺小的啊 那个时候也挺大的 我一年级就学了 被我们老师发现了 那个时候呢 我被我爸发现了 你爸怎么治 打一顿 我们那个老师 当时是这样治的 就一人嘴里呢 塞了二三十根 哇 熏死 抽到保为止 这辈子不抽了 最少扛了十几二十年 看见烟就恶心 就现在不可能 有老师敢这样了 对吧 那以前 敞矿子弟小学 无所谓 不扭曲 不变形 道士无情 确有情 徐文斌 梁东和你一起 重新解读 《黄帝内经》 提升我们的 生命力水平 这个是有历史的 那个以前 这个北京啊 高饼店 顾伙计 伙计嘛 都是穷人家孩子 高饼店嘛 是吧 糖啊油啊 那都是好吃的嘛 你想从人性的角度上 去管理 说让他们不偷嘴 那是不可能的 那会儿又没有监控器 怎么办 伙计来了 先饿一天 饿了一天 不给饭吃 到晚上 记住啊 晚上 然后呢 刚出锅子 热灯灯的 点心油饼 就是高糖高盐的东西端上来 来孩子们吃敞开吃 吃完了以后上吐下泄 以后看见糕点就恶心 一辈子也不偷吃 以前做个老板太不容易了 多阴毒 但是也只有这个方法 你还真想不到比他更好的方法 我讲这个故事意思就是 你们现在晚上去那么吃那么喝 其实就在回你们自己 你要想永远对这个食物保持食欲 保持对你身体的健康 你就每次少吃点 一线受不了 其实他们出现症状是诱发 这种高糖高油 那么热乎乎的吃进去 而且吃很多 就是诱发急性一线炎 你知道有一种叫倒仓法的吗 是也是这招 就是牛肉汤 对啊 牛肉汤 就古代的时候那些给有钱人避骨 对对对 就是这个方法 牛肉汤 灌到吐为止 前段时间我去吐过一次 牛肉汤 但是你现在身材保持得还真不错 特别有意思 跟我们一起去的几个人 几个老师 肖斌老师 吐完了之后 直接昏睡24小时 重启系统 重启 关机重启 所以他也是 欲取之先语之 将欲取之必先语之 这个星际窝 再多说两句 因为我们现在碰到这人太多了 我看到很多报道 包括那个 这个影视明星孙力 资助了一个贫困地区的一个孩子读书 结果这个孩子除 就是不停的要钱以外 还提出更高的要求 最后不满足就骂 就网上就开骂 大家都觉得 我天人家给你这个那个 你还这样 大家记住 你碰到了太阴的人 或者碰到了少阴的人 碰到少阴的人 他是不知道感恩 你要碰到太阴的人 他除了叫生米恩斗米仇 给小了还行 给多了 那无穷的说去 而且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 他占你便宜 你的是我的 我的是我的 都是这样的人 所以从这个维度上来看 我们也不要心生 对这种人的称恨 要怪怪自己没学过皇帝 不能够发现 而且你没必要生气 没必要生气 你就知道你碰上这种人了 你之所以生气 是拿正常人的标准 要求他了 对吧 正常人标准是什么呢 人都有弱的时候 弱的时候会碰到贵人 贵人拉你一把 然后你起来了 你不是死狗付不上墙 也有人是被贵人扶 就上不去 就赖人一辈子 扶上墙 扶上墙以后 第一件事 感恩 有些人被扶上墙 就不承认 就是什么 是我有本事 对吧 你比如说水湖里面 那个林冲 被谁害了 陆玉侯 陆玉侯接上要饭 林冲实财 觉得这人武功 有武功 引荐给高太尉 结果陆玉侯 跟高太尉 合起火来 磨害林冲 最后火烧炒料厂的时候 林冲 刀架 他脖子上 他说 你杀我 我不除你 我就混不上去 你看这种人 人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而且无怨无悔 无恩 不可能有恩 所以你碰到这种人 第一 祝愿你别碰到 第二 碰到以后 别想改变他 也别想把他喂熟了 这种白二郎 永远喂不熟 永远喂不熟 我很好奇 薛老师 在每一个后面 你都有段子 请问这些段子 是临时而来呢 是我这么多年经历 我阅人无数 就是你会不会是说 每次在读的时候 自己就 你让我说 太阴人写上十个人 我能给你写十个人 少阴人 我能给你写一百个人 这就是说 医生的特殊职业 还有一个事情 你上次讲的感应 这个问题 就是说 你经常接触 因为做医生 不是病人都不会来了 对吧 那么经常会有 太阴少阴之人 平和症人不会找你 那会不会说 平和症人会找我 咱俩就是平和症人 感应 你感应了之后 你会被他带过去呢 就像 如果他能量场超级大 其实我能量场就够大 就是一般人弄不动我 但是能人背后有人弄 总有比你厉害的 山外青山的外青龙 对 有比我厉害 碰到这种人 我只能说 对不起 我治不了您的病 另请高明 另请高明 如果你不自量力冲上去 我告诉你 除了治不好他的病 你还得得上大病 这是有感应 所以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传染 能量 能量和精致上的传染 我举个例子吧 有人一进屋 你就觉得黑云压成成于水 你就觉得一团乌云过来 那是种感应 还有你给人一扎 我们这两天天有点热 屋里扎针 昨天我那学生给一个痛风人扎针 扎这个脚上的一个束骨和筋门 针一进去 那寒气一出来 那学生那鸡皮疙瘩就起来 一成 你说我们是没有证据 我们有证据 那屋里啊 有俩这样的人 那屋不用开工厂 就是他的能量 所以我们能感觉到 你会不由自主被一个热情感染 你也会不由自主被一个人的阴郁的情绪感染 无言的交流 不是说他说什么了 他往那一坐 你就觉得闯不上气 那你作为一个大夫 你平常怎么自保呢 自保就是第一个 我的观念是 病人有选择医生的权利 同样 医生有选择病人的权利 你比如说我的门诊 我们的私人门诊 我没有医保 我们接待各种病人 我有限制 我们有一个咨询预约登记 我们是预约门诊 不是说你敲门就能进 这是我们第一道防线 超过多大岁数的 什么样的病种 你比如说我几种病人我不接 癌症病人我不接 不是歧视 是我能力有限 我不愿意耽误人家 我会推荐给 中医界各种能治癌症的人 我不接 然后超过一定岁数的人 我不能接 为什么 我们没有急救抢救设备 七十不留宿 八十不留饭 超过七十岁老人 在你家过夜 你要小心 说不定就过去了 你说不清楚 八十多岁人在你家吃饭 你要小心 所以我们自己有一个挑选病人的这么一个机制 然后呢 就是保持谦卑 你不能说 徐文明出名了 大家都找 你就觉得你自己了不起 我知道我能治什么病 擅长治某些病 有些病我不碰 你比如说 我治某种程度上的抑郁症 我不是说全治抑郁症 抑郁症出现了自杀行为的人 我就不好治 各外呀各种 我就觉得我不好治 精神分裂症 我治不了 所以人家慕名而来说 徐文明你好像全脑 对不起 不是 我的问题是 你也接诊了 你也治了 来了 但是呢 架不住多 一天有十几二十个 你每个都感应了 感应完了之后 你怎么排毒呢 站庄 泡温泉 休假 没看我现在越来越淡出江湖 淡 那别人 比如说一个病人泡过一个温泉之后 把水换了 你进去泡会有影响吗 没有 我泡自个家的温泉 我只是说如果在外面的话 外面的话 这个有一个 你问到一个关键点 就是说 看病要进入一个状态 对啊 也就是说 你开测雷达去探测敌机 你有可能被反雷达导弹跟踪 对 对吧 对 那换句话说 我要不开机呢 你感染不到我 所以医生的高尚在哪 他在用心 我一用心 就会感应 你就会进来 你能量要特别 大我就会受伤害 但是我完全可以做到不用心 但是不用心就用纯粹意识和经验给人看病 但是呢 诊断的结果就不那么精确 我治疗效果也不会那么好 同意 就是我的问题就是说 你如何能够做到开河自如 这就是积累的 我给你讲个例子 有没有一些方法 有的话也不适合在公开讲和说 但是讲个例子 我妈的老师 马恒书先生 大同秘医 他以前看病 他住四口院 他们家门口有个隐蔽 不管多重的病人 一过隐蔽 他没看见 他在上屋坐 一过隐蔽 他就心慌 这个病人他不敢看 这个病人有可能是正正常常走进来的 也有可能很重的担架弹进来 过隐蔽 他心没慌 他就治 这就是医生的一种感应 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的病人 有各种的业力 或者是因缘 让他得了个病 医生只能解决他一部分的问题 有大多数问题 你是解决不了的 你必须得有这种感应 对我刚才那个问题是 你怎么能开河 因为还是会每天有感应 感应完了之后 看病时候是开的 对 有些时候你不要出去了 这个地方 这个温泉 别人泡过 你不知道你也不关了 就感应不到了 感应不到 他对我构不成伤害 对 我的意思就是 开河和之间 你是如何做到 这其实就是有点像 问这个电影演员 或者影视演员 你什么时候入戏 你什么时候出戏 同样的问题 就是我在其他任何场合 我是不给人看病的 你碰到一些人 吃饭啊 什么喝茶 学大夫来耗个慢 我说我没带东西 他说你带什么东西 我说那个东西不是东西 是一种状态 所以我只在我的诊所 在我穿着白大衣的时候 我进入那个状态的时候 我给人看病 除此之外 我不看病 所以你需要有一些道具 来锚定自己的意思 必须的 你包括戴面具 脸上涂油彩 都是帮助你入戏的一个方法 进入某个状态 所以大家彼此尊重 你在饭桌上让我看病 本身不尊重我 同时也不是不尊重你自己 你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就是叫做意识锚定的问题 可能在这个角色里面 你得有这几个行头 这几个行头 它其实是个道具 它某种程度上来说 它像一个巴普洛夫原理一样 它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 形成意识上的锚定 帮你进入一种状态 我们最近在测一款 很有意思的小玩意儿 可以跟你分享 就是有一款小的 很微弱的电流小机器 它可以测到你 马上入睡的时候 它会电击你 然后你就必须要 做一个手势扣两下 然后它就停止了 然后你就睡着了 你扣个21天以后 你只要拿手一扣 自己的精神就觉得 我去到睡觉状态 睡了 这叫意识锚定 其实就跟熏烂狗一样 狗是一样的 对吧 其实我们无分别心 没有 每个人 万物有零 它是一个意识锚定的过程 这个是一个在意大利过来的 一个挺有意思的设备 好吧 下一次继续和徐老师一起 关于林书通天的学习 好 再见 动建意识底层 全是上古时期的生命哲学 这里是最新鲜的中国文化节目 国学堂 梁东和你一起 重新发现中医太美 重新发现中医太美 这里是国学堂 我是梁东梁同学 对面的是后浦中医学堂 堂主徐文斌老师 徐老师你好 梁东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这里呢 讲到了林书通天 今天讲太阳之人 居处于语 先复习一下 我们上两期节目 讲了音 太阴之人 对 先复习一下 太阴之人是明着黑你 是吧 直接给你征税 给你家父 是明着来 是吧 而且是贪得无厌 这个烧阴之人是阴着来 他没有那么大能力去害你 但是他还是看你倒霉 他高兴 是吧 尽管对他不一定有什么好处 但是他心里的那种 恶的那种能量能够释放 所以中国人老说一句话说 眼见他起高楼 对吧 眼见他宴宾客 下句就是眼见他楼塌了 是吧 产生这种心理就是 恨人有小人无 人家发达的时候 他在这恨 人家倒霉以后 他高兴 这种小人得志的年代 都是一般都是 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混乱 或者战乱 或者是互相斗争的这种年代 所以大家都落难 然后建立起来的贵族 建立起来的文明 好不容易孕育出来的一种 形而上的东西 全部毁掉了 就叫小人得志的年代 让小人得志的年代 是众生痛苦的年代 而真正的太平盛世的时候 小人是痛苦的 为什么 眼见他起高楼 眼见他宴宾客 他的楼还不塌 然后他就在那难受 可能难受一辈子的人 楼也没塌 是吧 他盼着别人倒霉 可是别人都是辛苦 创业 享受到了相应的这种回报 然后他盼着他别人遭难 或者给别人使坏 使坏了以后 别人还没倒 然后他就痛苦 所以把这两个阴的人种 放在前面讲 其实黄金内经是有深意的 我们经常说要扶证 或者要去写 其实在我眼里发现 很多重病的人先要去写 对吧 你跟别人相处以后 你别说去维护好跟谁的关系 你先搞清楚 你要疏远谁 你的身边老有一个 盼着你倒霉的人 或者明的按着就要害你的人 你在那待着干嘛 所以要嗅出这种气息 闻出这种味道 然后让自己后天的意识上 做出判断 远离这种阴人 是吧 舍得舍得嘛 先舍后得 先把不好的阴的阻力的东西 先舍掉 对 才能让阳气进来 对 我说呢 就是好多人 就是先 咱补锅之前 先刷锅 对吧 一刷锅 把那个污渍去掉 把那锈石去掉 还能发现更多的裂纹 再去补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另一个极端 你说阴不好 那咱就阳呗 结果今天呢 我们先讲一个太阳之人 太的意思就是很大 或者是大到了极致 太比大多一点 所以是大的极致 我们经常说太极太极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太极什么意思 其实夏至冬至 两个最极端的那个状态叫太 是吧 夏至是我们叫阳极而生阴 它是太阳 到了这个冬至是阴极而生阳 是吧 这是两个极端 所以中国人讲中庸之道 是避开两个太极 在中间去求得一种 稳定的 平衡的 长久的发展 所以很多人说太阴不好 那就太阳嘛 对不起 又一个极端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 太阳之人是个啥样子 是吧 所以第一句话叫 居处于雨 居处有两个含义 一个是生活的地方 一个是工作的地方 怎么说呢 就是居是生活取居 就是你家 大概是个什么样子 或者说 你在家是个什么样子 处是工作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中学时候都学过 岳阳楼记 里面有一句很著名的话 叫 居庙堂之高 则幽其民 处江湖之远 则幽其君 对 是吧 他说的就是两种不同的状态 那么居处 说完了 于于啥意思 这就说到一个叫谍音字 这个语言啊 这个大家都觉得 好像语言能够表达 我们的很多东西 其实语言是很苍白无力的 一个东西 怎么说呢 有很多情感 或者是就是很微妙的东西 很难用语言表达 英文有个歌叫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是吧 爱你在心口难堪 或者直接翻译成 道可道非常道 为了避免 你不笑 听不错 这个这个 我觉得你还是能认同我这个观点 是吧 到那会用语言表达的时候 就特别觉得苍白无力 所以中国人克服这个缺点的话 他发明了一种叫谍音字 就是两个字弄在一块 弄在一块以后 他就不是在表意了 他在表一种感觉 表一种氛围 或者表一种情调 举个例子 狗 狗狗 对 对吧 对 你马上就那种 可爱的 是吧 眼睛就会浮现成 那狗那眼巴巴的 你望着你 那个狗狗 可爱 是吧 奶奶奶 奶奶 还有一个 比这个 姐 天津人叫 大姐 姐姐 现在流行一个字叫小姐姐 对 这个小姐曾经有一段时间 就已经乱了 是吧 乱了吗 已经成为那个什么 某种从业者的那个称呼 被羊母画了 你管一个女生叫人小姐 人特别不高兴 结果这两年流行一个词 非常cute 非常kawaii 小姐姐 所以我的学生里面有 这个四十多岁的女生 被人叫小姐姐 就开心得不得了 所以这个谍音字 大家在想 其实三西话里面 有很多话 就表达这种情感 你说 北京人说 这个人面瓜 这个做事慢 叫肉 三西人形容情人 叫肉 是吧 穿鞋叫板板 是吧 亲 淘宝 这就是亲 其实亲有点 我觉得有点简单粗暴 亲戚 小亲亲 所以扯回来说 鱼鱼啥意思 居处鱼鱼 鱼鱼这个发音 其实跟咱们 这个呼吸吐纳 有直接的关系 这个鱼字出来以后 特别的深远悠长 所以居处鱼鱼 你考证 用驯骨考证 或者是参考 其他的文献里面说 出现鱼鱼这两个字 都是一种广袤和深远 郭老师在讲话的时候 都鱼 对 德云顺 是吧 它是一种赞扬 就是广袤悠长 那啥意思呢 太阳之人 住的房子不能小 对吧 一定要大宅子 唐朝日 所以刘玉熙写漏世民 是 唯吾得心 唐笑有 红如往来 白丁 是吧 那一看刘玉熙 就不是个太阳之人 为什么 他就是像 炎灰一样 身居漏相 一单石一瓢矣 人不堪其忧 活也不敢其乐 就不管我的居处 有多么的简陋 多么的小 多么的狭窄 多么的破 就我自得其乐 你让一个太阳之人 住到你这种地方 他首先就觉得憋屈 什么叫憋屈 他那个阳气释放 要笼罩的那个气场 这个小屋容不下 所以他追求的就是排场 大 高 深 是吧 我自己观察很多人 其实 开国王朝建故宫的时候 或者是把故宫 这个慈禁城 重新利用的时候 是一种气魄 当你亡国的时候 你照不住那个气场的时候 另一种气魄 最早我去那个海南预传宫 拜见咱们师父张志顺 老道长 我看他那屋上写了个叫方丈 唯磨结晶 是吧 我就跟道长说 我说道长 咱道家怎么能用他们和尚的话 我现在都记得老道长当时那个样 老道长留个山羊活 他的口音是河南和陕西的那个 什么佛家 这是我们道家 我说什么道家 他说我们道家管心叫方寸 对吧 邪悦三心动 一立方寸 你的心有多大 一立方寸 你能罩住的气场 那个屋子叫一立方丈 所以我们道士 或者牧道人修行的那个屋子 就叫方丈 是我们的东西 被他们弄走了 然后就变成他们的了 这不同版本真是有意思 你信的那个版本 肯定不是我信的这个版本 包括敲木云 我们到家比他们和尚敲得早 现在也成他们的了 扯回来不说 我还问过敲长一个事 我说咱们道家这么好 怎么现在信的人这么少 而且这些道士经常没人供养 饿得没饭吃 不得不就去壁谷 修仙 个个都是素道士 都受不了 敲长又气得 胡子一撅 海里面是龙多还是玉多 我说鱼多 后来又破了黄剑 黄剑又给我补充一个版本 说老大长跟他们说的时候 是山里慢慢是灵芝多还是蘑菇多 我后来想 有道理 那现在来说这个回到太阳之人 太阳之人是要求排场 要求奢华的 要求自己的卧室 住的地方是要大的 是要豪华的 自己的办公室面积 肯定是要超标的 是吧 出门前呼后拥的 什么什么这个那个的 一定要有排场 不然的话他不舒服 这叫居处于 不扭曲不变形 知道自己是谁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上古时期的生命智慧 皇帝内经 帮您轻轻松松活到120岁 徐老师把这个居处于 解释的这个荡气回肠 荡气回肠放了个屁 我儿子有一天突然说到这个事 他说 我以为是个屁 结果是一包屎 我说你是不是有些时候 以为是一包屎 结果是个屁呢 他说也有这种情况 人生莫该如此 好说回来 浩言大事 别说回来 别说回来 我再跟你说一下 光是屁的话 它是叫屑 这个屑是三点水 一个世界的事 对 如果是有形的东西出来 也叫屑 是三点水 一个血字的血 屑屑 又有气 又有物质 叫屑屑 谢谢你 徐老师 所以我们就这样说屑气 是三点水 一个世界的事 一屑千里 是三点水 一个血字的血 生活处处皆学问 倒在石尿中 这个当年你在《黄帝内经》里面 讲到这个谢谢的时候 令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又重复了一遍 能记得住的不多 温固而知心 温固而知心 好多同学都谢谢了好多遍 才能 就听了好多遍谢谢 对 拘出鱼之后呢 是好言大事 无能而须说 这我觉得都不用翻译吧 有一段时间 什么星巴克 咖啡馆里做的都是这些人 什么比特币 区块链 什么什么 电子音 各种 一谈都是几个亿的事 是吧 还有一个大佬说 人生小目标 先挣一个亿 我的天 而且现在我发现 很多人不管干不到 干不到这个事 他在说这种宏大叙事的时候 就沉浸在一种快感当中 我记得你写的文章叫 暖暖的看着别人什么 装逼的样子 装逼还是撒谎 是吧 大概是那么个意思 对 因为想理解 一个题目 应该说 应该冷冷的看着他装逼 是吧 你是暖暖的 你这个有贵族心态 是吧 也没有 有这种 说人性善 人性恶 其实就是你出身贫贱 贾宝英那种人 肯定是觉得人性善 因为他见到的都是笑脸 是吧 所以 好言大事的人 有几个特点 一个是 他自己沉浸在 当时就爽了 不管结果是什么 然后呢 别人觉得他是在吹牛逼 他自个儿一点都不觉得 就是说已经把自个儿说服了 有人说他是骗子 他不是 他真的是认为是那样 所以基本上现在就是指点江山 宏大叙事 然后给我的感觉就是 叼着根烟 抽到半截 然后披着个军大衣 面前有个地球衣 然后啊 就那种状态 这个 你都想起了 那个 冯爷冯伦他们的老师 谁 我去做穆老师 但是穆老师 我现在来看 他不是光说 对呀 人家实打实做 对呀 而且很多人就当年说 马云是活儿八道 人家做了 就是下面一句 好言大事的后面有 胡闹的 也有 无能而须说的 说你碰到好言大事人 你不能咱的格局 贫求限制 咱的想象力 咱理解不了人的那个层次 有一天我有一个同学 问我这个问题 他说他也在创业 写PPT 创业即融资 融资即创业 就是所有创业的路上 都在在融资 一轮一轮一轮 他有人说 自己都很怀疑自己 到底是马老师呢 还是贾老师 我知道 贾老师还是我们山西人 然后我说 你如果 干成了 大姐就说你是马老师 你没干成 大姐说你是贾老师 所以有些时候呢 能不能干成事呢 有自己的能力的原因 也有天时地利 还有积分的原因 就有些人积分够 他在一个合适的时间 做了合适的事情 可能呢 他能呈现出那个像 但是呢 就是说 我们在讲的太阳之人的时候呢 其实 我听下来 就是 徐老师 就是实际上每一个人 都可能都有他 某个偏性的时刻 比如说 我发现有些人吧 他同时具有四种人格 以后我就在后面肯定 向你 向你汇报 向你讨教 就是 他既有太阳之相 又有太阴之相 又有少阳之相 还有少阴之相 偶尔还有中正平和之相 就五个全 五度俱全 五行俱足吧 这个临床非常普遍的 就是叫 寒热叫啥吗 就是中医叫 寒热叫啥 西医叫 Bipolar 就是躁欲症 两极 Polar就是极端嘛 他在这个时间段 可能特别抑郁 痛不欲生 觉得活得一点意思都没有 但是在下个时间段 也许是明天 他觉得生活充满了阳光 一切都充满了可能 然后他也 本身也非常高兴 他就在两个极端上 在不停的跳 是吧 刚才你说的 五种人格都具权的人 西医叫多重人格综合症 最多的 好像一个人身上 有四十几种人格 他一会儿是这样 然后他说出的话 说话的语气语调 是那个状态 而且他谈吐的内容 那个时间段 他是那样 这个就是更深层次的 这种对人性的一个结实 但是我只说一句话 人家一说 多重人格综合症 就是科学 我们一说 师神附体 就不科学 中医和道家 对这个东西是有研究的 我们为什么叫叫独立守神 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 我们这时候要活着自在 你不自在的原因是什么 你不自在原因是因为有他在 高级 而且他有可能好多个他 现在的人 在微信里面 你进入各种群 你可能在这个群里面是孙子 在那个群里面是大爷 就是切换的很快 以前大家都觉得这是人格分裂 但是当很多人都这样的时候 这个人格分裂者的春天就已经来临 就是以前我们真的觉得这个事情是这种病态 现在很多病就不是病了 比如说我最近观察一个现象 特别有意思 有一天 我去参加同学聚会 什么同学 大学同学 大学同学同书社的 大部分都以离异 重组这么说吧 好像all in you了吧 对 然后吃完饭之后 他们叫我买单 我说凭什么是我买单 你说是因为我比你们勤奋 我人格善良 我可以买单 他们说就因为你到现在还没离过婚 你还有什么资格不买单呢 强大逻辑 但是很可怕的地方在 我前两天看了一统计 天津市现在离婚率多少呢 70% 可能是有不准确的 不是咱们明确一下 就是这个70%的基数是什么 你可以百度一下北京市离婚率 它离婚率就是 它有各种算法 是今年离婚率呢 还是结婚的人和离婚的对比呢 等等等等 但是不管是什么维度讲吧 就是现在离婚的人呢 是越来越多了 他们成正常人了 对就是 就是不离婚的人生异类 就是会有人会质疑你 你发现过自己吗 你了解自己吗 你对自己生活有勇气吗 所以我有些时候在想一件事情 那个科学呀 它可能是一个什么玩意儿呢 它科学可能是一个统计学 我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我在课堂上经常跟同学们分享 小的时候吧 没戴眼镜 有个别同学戴眼镜的时候呢 大家都加加四眼 对吧 现在你去个班里面 大部分都戴眼镜了 少部分的同学啊 叫两眼 两眼 瞧不起了 两眼一抹黑 对 两眼一抹黑 然后呢 就是有些人装模作样的 搞一个苹果眼镜 戴一下什么的 我要不戴眼镜 显得我没学问似的 对 反正你不正常 不正常 不合群 对 科学在某种程度 它是个统计学 所以您刚才说到这个话题呢 我纯粹是一个 突然因此而想到 不知道是人病了 还是这个社会病了 还是说我们人都没有跟这个时代的同平共振 但总之呢 这个事情啊 就是讲到太阳之人的时候呢 人可能真的是在切换的 某个时代的太阳之人就倾巢而出 某个时代的这个太阴之人呢 又水银泻地 到处都是 更大的可能性 就是说人一过百 行行闪闪 就是一百人里面肯定有那么几个是太阳的人 但如果这个太阳人又赶上了天下大乱 是吧 乱世出英雄 那太平盛世的时候 来这个太阳之人 有可能他就是一个流氓 黑社会头子 但是赶上乱世 他就可能造反几家 成为一代的君主 所以这个时运 就是我们说他本身身上具有的能量 加上天时地利 可能就造就出一个传奇 或者是一段故事 从中一的角度来讲 他更关心的就是 不是说他建功立业的那个状态 而是关心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幸福感 对吧 就是你大概是个什么样子 然后到了一个 我大概有对你有个基本判断 把你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你会做出什么样的事 你比如说那个 以前有个电视剧叫 极其燃烧事业 他讲那个时光荣 打完仗 打完解放战争 抗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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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完以后和平年代了 那哥们是个英雄 时光荣英雄 然后就活得憋屈 没事干 就很苦闷那个状态 那你怎么办 你不能为了让你实现你的梦想 我们再去挑起一场战争 对吧 所以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然后去找适合自己生存那种环境 对 你不是说你非要打仗 你可以到什么地方去当雇佣兵吗 还可以直接下载一个游戏就行了 这个设计是空 空即是设设计是吧 他绕过了很多前面需要辛苦做的很多事情 直接达到快感 对 然后他可以告诉你 你们奋斗半天的目的是什么 不也是最后享受一下那种成功的快感 我享受到了 我干嘛要去做那个事 所以是这样的 对 就是我前两天观察一个事 就是像有一些国家 比如说像北欧或者像加拿大这种国家 他平常人民已经很幸福了 对 普遍幸福之后 大家就没快乐了 他就得政府里发生一些新的东西 让大家感觉到生活有快乐和意义 对 你知道像加拿大大麻是合法的 你知道吗 我知道了 哇很可怕 我那些有些朋友移民去加拿大 最担心的就是孩子到学校 抽大麻就跟抽烟一样 很普遍 你不知道荷兰海洛因都是合法的吗 对啊 他们的理论是 毒品为什么对人有伤害 是因为你们限制了毒品 造成了毒品价格的虚高 然后这些人去偷去抢去骗 然后卖毒品 你干脆不限制他 价格就下来了 然后大家定期到那 想嗨就去打一针 然后就完了 这人家的理论 对啊 人家的理论啊 这里面就说到一个问题 就是从现在这么自由 发展下去 非常符合道家的理念 就是各从其遇 皆得所愿 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中国古代社会 有多么的文明 多么高级 他不是装的 他是在终于狂欢以后发现 好像这条 享受生活美好之路 对人消耗更少 还有乐趣 还走得更长 所以我现在就说 如果人家说是打游戏 找徐大夫来调 然后怎么怎么 我有两个建议 第一 打游戏的孩子家庭 没有幸福感 第二 父母没有在早期给孩子 培养出抽象思维能力 以及通过抽象思维 获得的快感 我们小时候先看小儿书 我没有动画片 先看小儿书 然后读书 然后读书以后 所有的场景 在脑子里面浮现 我妈的任务是拎着我耳朵 让我轰出去 让我出去玩 我觉得跟他们玩有什么意思 读书都有意思 那我有这个快感以后 我对玩游戏没有兴趣 我现在对两件事 大家比较有兴趣 是我没兴趣 一手玩游戏 我没兴趣 第二是读那个武侠小说 我没兴趣 其实武侠小说很精彩 很精彩 但我就看不进去 因为我老觉得它是假的 抽象思维能力 抽象思维能力是什么 不也是在神的状态上 获得一种感觉 你这说的很有道理 你读书 你抽象思维能力 你再 你比如说我琢磨出一个字 咳和瘦是有区别的 而且我搞出来了 很有快感 牛顿 万有引力 苹果为什么砸我 他还有快感 阿基米德浴缸里泡澡 觉得 出去的水跟我体积相当 然后我一测 我的体重跟出去水内体积的比例 然后这个福利定力出来了 这是古代先贤知道的通神 和获得快感 和获得快感之道 操纵身相 他早就知道了 对 操纵身相 然后一帮俗人 没有走上这条路 只好靠那个 所以现在一说 爱情就荷尔蒙 快乐就是多巴 他全是唯物的 前两天就坐在您的位置上 我财富 清华大学彭凯平教授 人家就定义了 幸福是有意义的快感 有意义可持续 且不过多耗损 甚至是什么 甚至在享受快感的时候 正向激励 正向激励 还有回报 对 就这个事情本身就有 就是说 我那天发了微博 我说了一句话 我说是你玩游戏 还是游戏玩你 结果底下人接龙 你玩女人 还是女人玩你 你玩手机 还是手机玩你 对 所以你玩它 包括现在有电竞项目 对吧 它有个正向激励 就是你玩它的意识 你完全能够控制 玩它的时间 和白天晚上节奏 作息 它玩你 就不一样 是吧 这就是诗神 和守神的区别 从医学到哲学 一样的皇帝内经 不一样的新鲜观点 梁东 徐文斌 一起发现中医太美 我们扯的有点远吧 回来 但是有意思 我觉得跟您学习 皇帝内经 其实感受到了一种乐趣 就是一个知识分子 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 在中国古典文字里面 获得了一种 高于普通人的快感 这种状态 高于义 它其实是你想不通的一件事 想通了 它的物质基础是什么 可能你的脑回路 或者某个经某个落 突然就通了 对 所以我认为开会 新高潮一定有物质基础 经络不通 你绝对想想不到 没准咱们把自己所有的疑问 都想通了 那就咱修仙 没准都修成 是不是 自发于是也 举措不顾是非 还有一句话 黄内经一直说 善言古者 必有焰于尽 你要讲黄内经 一直重复古人的那些话 对今天的生活 没有任何指导 你真没必要讲 你放到博物馆就行了 是吧 所以今天我们结合 这个生活的现实 说一下黄内经 还是很有意义 是 你让大家有一种连接感 好言大事 不用说了 你边上有那些 宏大叙事的 一说起来 这是几个亿的 是吧 区块链 比特币 是吧 什么时髦 什么大的 你心里就想 碰到太阳值 然后再下一个叫 无能而须说 这个能是能量的意思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 就是人们现在对 对所谓的这种道德要求 完全是一种 意识层面上的要求 根本不体谅 那个人的能量级别的 你比如说 我们让一个 很虚弱的人去跑步 他有可能一头 栽到那就死掉了 然后呢 你让一个能量 特别强的人去跑步 他就是正好 越跑还越有快感 所以这个无能 有能和无能的话呢 直到那时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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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